由于美军派出了航母舰队,前往波斯湾地区,现在美伊之间的局势非常紧张。 大友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之势,面对美军蓝势汹汹。 他们反而是没有丝毫的畏惧,甚至是敢对美国政府发出武力威胁。 近日,一名伊朗军官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秘密武器。 一旦美军做出任何日界之举他们的军舰,便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 由于美国政府得到情报显示,伊朗可能会对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。 因此特朗普政府,派出了一支航母战斗群,前往该地区。 他们的这一举动,也让本舅紧张的美伊之间,现在火药味变得更加浓重。 虽然两国海军的海军实力差距不小,但是伊朗的导弹实力不容小觑。 这也是为什么,他们敢与美国直接正面对钢的原因。 现在来看美国的军事威胁,很难对伊朗形成威慑。 反而会是激起他们的反扑。 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。 日前,一名伊朗军官,在接受该国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, 伊军能够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,以及导弹击尘,来到这里挑衅的美国军舰。 而至于其所说的秘密武器,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。 而伊朗的军事顾问,也曾经表示过, 如果美军舰在波斯湾表现出来任何一点莽撞行为时, 那么,他们会让这些军舰,以及舰上的官兵沉入海底。 从近些天来伊朗政府人员的强硬表态来看, 美国的行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,激起了他们的愤怒情绪, 所以才会放出这些军事威胁来。 对于伊朗所说的秘密武器,是否存在我们并不清楚。 但是他们导弹的威力,可不是说说而已。 现在伊朗部队已经服役了众多的格式导弹, 有几款还被外界称之为航母杀手。 一旦异军发动密集的导弹攻击的话, 即便是强大如美军舰队,也不得不暂避锋芒。 伊朗的实力并不是之前的伊拉克、阿富汗等。 凭借驻地云优势美国要想击败他们,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, 美伊之间的关系迅速地走向破裂。 而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定, 却是让两国之间彻底跌入冰点。 现在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武力威胁之外, 还对其各方面进行了制裁。 许多企业在伊朗所设立的专案, 被迫与美国的威胁,而不得不终止。 现在该国内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受。 虽然伊朗对美国做出了如此严重的威胁, 但是我们也知道, 双方也不会轻易地开战的。 毕竟这样一来将会造成极大的动荡。 因此在短期内来看, 两国之间的威胁更多的是象征性的。 要是真正动手的话, 还真得好好考虑一番。